跟大家介紹一下 歡迎各位朋友來到香港理工大學獎賞劇院出席 第二屆陳大芝、陳優文英粵劇藝術公開講座 K2011陳大芝、陳優文英粵劇研究論文獎的頒獎典禮 又一年了 大家不覺得時間很快 大家通常都說快樂的時間、開心的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今天又因為尹姐、任劍輝而來 記得去年大約是這個時候 我們去到香港的中央圖書館出席了第一屆的活動 也請到我們的主角嘉賓和我們去分享一下 關於尹姐一些藝術的風格、色彩 去年就有黃燕妃女士 今天我們都很開心 今天的活動都很豐富 今天的活動分為兩部份 首先我們會進行粵劇研究論文獎的頒獎典禮 三號時間我們很榮幸 今次得到在新加坡遠道以來 用世成教授 先給一掌聲給容教授 容教授今天會跟我們說一句很有趣的題目 偶像 哇 尹姐是大家心目中的稀迷情人 也是大家偶像 究竟容教授會怎樣和我們切入 去分享一下尹姐的風格 我們就會在三號時間下半部分 將有關時間交給我們今天的主角嘉賓 用世成教授 再次多謝你 好了 今天很多朋友都因為尹姐而來 剛剛也說過 活動很豐富 究竟在我們開始之前 總會邀請我們這位朋友 跟我們說幾句話的 我們有請任劫輝研究計劃的籌委會主席 潘埔昭博士 跟我們說幾句話 致呼應前 有請昭博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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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我們跟我們一起分享參與我們的喜樂 我是囚委會主席 所以我在這裡 首先代表我們囚委會上下同仁 非常非常歡迎 也是感謝今天出席的朋友 特別感濟的是現在寓箭開始在禺寮 以來的今天主角嘉賓 蓉世成教授 用我們再次用的掌聲 多謝 剛才跟楊教授經濟的時候 我們知道他其實這次都行色匆匆的 專程過來為我們的研究計劃 主持一個講座 可以說是支持我們 鼓勵我們照顧我們在我們香港這一邊 對很多粵劇的興趣 對飲者很喜歡的戲迷 非常多謝楊教授 當然更加要感謝的就是我們講座 我們的活動 一直以來相當支持我們的陳泰芝先生 還有陳優敏英女士 也非常多謝兩位今天出席 還有借給我們的支持 兩位的支持 我們會相當困難 多謝陳先生 今天除了我們任免不研究計劃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合辦的機構 是香港理工大學的包裕光圖書館 今天我們都很榮幸他們的館長 歐斯廷先生 也都來到我們當中 也都非常多謝這個館長 和我當中 剛才逸豪都說了 每年我都會利用這個機會 除了多謝各界的朋友 多謝支持我們的專家 學者的前輩之外 也都趁這個機會 跟支持我們這個計劃的很多工作人士 都交代一下 或者預告一下 我們在過去或者將來的活動 其實大家今天入場的時候 其實都會收到一個 我們陳泰樂彩霞的環保袋 裡面其實都會有兩份資料 一份是我們任免不研究計劃的 特刊的第三期 裡面其實都有 除了有今日的程序之外 也都會有一些 我們過去曾經是辦過的一些活動 以及一些參與的人士的一些文章 寫在裡面的 除了這一份之外 大家也看到一份是很漂亮的 印得很漂亮的 組紅色的 這是我們亦都預告著 今天可以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在接下來 都會化很多心力 很多精神資源 希望會做得好 辦得好 也都很需要 在座各位繼續支持我們的 一個是 紀念任劍輝女士 1913至1989 百年誕神粵劇藝術國際研討會 這個是第一號通知書 既然有第一號 當年即使說 我們會有將來有第二號 第三號 在這兩份文件裡面 特別是這一份 其實大家如果脫去的底頁 就看得到 在底頁裡面 大家會看得到 我們在2010年至2011年度 其實我們都舉辦了很多活動 我想在座 今天出席我們這個活動的朋友裡面 有很多其實都有曾經出席過 包括我們剛剛 剛才也有講過 一年前我們在張圖書館舉辦 由黃衍尼教授幫我們講的 一個瑜伽藝術講座 另外我們也都今天是我們活動的其中一個 重要部份就是我們也舉辦了一個 2011陳大之陳丘敏英粵劇研究論文獎 在過去的大半年的時間 昨晚有收到很多投稿之後 我們的評判緊密去評審之後 今天也有一個宣布結果 以及是頒獎的時候 亦都我們是和三年書店合辦過一個座談會 在今年的五月 現在回頭一看時間 真的覺得很快 已經半年前了 半年前了 另外 有一個又很近 在幾天前 我們又在香港電影藝術館 舉辦了一個 十分春色醉桃園 任月威電影欣賞晚會 我們都看到 今天的朋友裡面 很多當日都有出席的 我們也很感謝 朱少爭博士丹為我們套賞 更加要感謝 桃園借出的版權 令我們可以有一個這麼開心的晚上 來到今天 我們有第二屆的粵劇藝術公開講座 以及之前跟大家預告過的 我們會有一個聯報 這裡都繼續呼籲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他們投稿 至於這個粵劇藝術國際研討會 其實我們訂了的日期 現在數下去好像還有一段時間 不過其實大家搞這些 很多人都知道很快就來了 我們在2013年的一月 地點也在這裡 我在這裡除了預告之外 也呼籲各位朋友 各位前輩繼續支持我們 寫文章支持我們 大家如果在這個資料上看到 我們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合限機構 還有如果大家看到 在囚委會的顧問裏面 我們升江奕奕 很多很出名的教授 成了名的教授 都願意支持我們 在一些主港會雜面的寫文章的嘉賓裏面 也有相當多成了名的教授 其實這是對我們一方面很感動 如果很受鼓舞 另一方面也都知道 令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做的事 其實有很多很多同道的人 是支持我們 會在後面繼續跟我們一起向前去做 在這裡 無論是今天的活動也好 或者研討會也好 我再一次代表我們台前幕後 各位一起幫忙的朋友 再一次多謝各位出席的朋友 來支持我們的前輩學者 多謝大家 多謝各位 潘博士請就座 很開心 剛才潘博士跟我們介紹了 接下來原來有越來越多的活動 希望各位都能夠湧入參加和支持 剛才潘博士也說到 今天我們的活動 疑似來到香港理工大學的掌陣劇院 更加有幸得到 我們今次二百年的單位 香港理工大學 包裕江圖書館 今天當中的館長 Mr.Steve O'Connor 都來到我們當中 去見證和分享這個不開心的時間 不如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去邀請Mr.Steve O'Connor 邰博士尼先生 跟我們講幾句話 Will you join me to Steve O'Connor Welcome to Mr.Steve O'Connor Please 你們好 I would very quarterly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library welcome you to our campus here today You are very very welcome indeed You are very very welcome indeed In particular I applaud as a Tushu Gwang Gwang The research that is supported in this project Exploring the work of Madam Young So I welcome the speech today by Professor Young And the work by the Young Kim Thae research project I think that kind of work is very very important From a university and from a library perspective The work of research of scholarship and of communication are very very important Our own university library has re-examined through processes of scenario planning The waylay Tushu Gwang You know what is the future of the library that we want And certainly we are engaging in a very different future And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e are very keen to support the work of the project We have a burgeoning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antonese Opera But we recognise that the future of the library The waylay Tushu Gwang Lies in the not only the physical building which we have But in the transference of information into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Indeed libraries could be said over many years to be publishing In that they have supported publishing in many languages And have acquired many many materials My own library has over two million items But we now have forty thousand electronic journals We have about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e-books And so one of the devices that we are now using Is what we call an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But we are publishing materials We are publishing them within the library We publish theses And we publish the works of our various academics In whether they are studying Chinese culture Or Chinese history Or whatever subject that is And it'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would be encouraging the project to do Is to engage i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research Which you are encouraging And making it available through a dash air Tushu Gwang Making it available to the present company But also to future generations It's a very strong mission of libraries To be able to make that material available Make it available professionally With appropriate metadata and so on To curr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hat is the nature of research Of scholarship And of communication If we don't gather that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And make it available through viabl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en we lose our purpose So in all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you On what you have achieved thus far I applaud your efforts and research programs That you are putting in place And I wish you very well today for the lecture And for future activities And I do hope that our own University Library Can work with you in facilitating And achieving the purposes Which you have set out to achieve Feechung Sheshi Thank you Mr. Steef Thank you Thank You Yes Thank You Thank Jere You Shi Shi O